浩瀚沙海覆盖白雪宛如水墨化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 是大陆最大的沙漠 实际冷空气影响 14号开始大范围降下罕见的沙漠雪 变身沙漠版冰雪奇缘 造就大自然极度反差的美景 风雪中万马奔腾 白雪完全取代黄沙与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相互映衬 呈现出别样的梦幻色彩 门已打开 积雪变雪墙 几乎汉人一样高 直接堵住家门口 新疆风雪连日未停 就连山东也陷入暴风雪之中 山东烟台 渭海等地 风雪直接模糊视线 白茫茫的一片积雪过溪 新人只能在冰天雪地中艰难行走 而临下负七度的青岛海边 海浪打上岸边直接结冰 就像冰淇淋挂在围栏上 今天温度只有零度 道路还没有结冰 但是这个上面都是雪了 镜头继续往南 大陆寒潮从东北一路影响到海南 最低气温零度线 也从上海南修到了广东 开始雪花纷飞 民众都很惊喜 在汽车挡风玻璃上写写画画 对于过往入冬也很难见到下雪的南方人 知乎这真的是最特别的年终礼物了 东森新闻大陆中心综合报道